是否你好你能挪一下车吗 我要从这里过去 方向一下马上就好 啊 咦怎么回事还是打不着 美女要不换条路走吧 我的车坏了 需要我帮你看看吗 我是修车的 你真的是修车的吗 我还没见过女生修车 我是的已经修车好几年了 这个是我的修车职业资格证 那要不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你的车是什么情况 刚开始是好好的 一熄火就打不着了 是不是没油了 油是今天刚加的 我看看是什么情况 喇叭很小 有关系都是很足 上面很多油膜 车窗生件也没有问题 师傅你刚刚在下面是不是在翘马达 是啊 网上说车打不着 用棍子翘两下就可以打着了 一般这种情况确实是马达坏了 你刚刚翘机的是这个吧 对 马达坏了换一个新的要200多块钱 可以质保一年 如果能修好可以少收你一点 但是没有质保 你是要换还是要修 要不你先帮我拆下来看看 可以 先帮你把车偷到一边吧 不能在这里挡路了 小姑娘你过来帮我看一下 我这个车玻璃怎么这么脏 之前都是好的 哦这个呀 刚刚不往玻璃上喷水了 这个是油膜 一般不到下雨天 不往玻璃上面喷水 它是不会闲闲出来的 先把电瓶装头拆掉 防止拆马达的时候 正即碰到车身 面包车的马达就三颗螺丝 在外面更换马达不需要很多工具 只需要有一个扳手和套筒就可以了 马达已经拆出来了 这也看不出来哪里换的 你这样看外观当然看不出来吧 我给你找个电瓶修齐一下吧 这个启动机确实坏了 卡死了不会转 你这个启动机卡死了 不一定能收得好 我建议你还是换一个 你不用给我换一个新的吧 这个旧的就是旧的 你在这里帮我看一下工具 我去买个新的过来 我现在给你把新的装上 测试一下新的 新的中间的曲就会转 马达已经装好了 这次应该能正常发动了 直到未来究竟在可疼 师傅车子修好了 现在能一把倒着了 好的麻烦你来 多少钱我转给你 这个新的有质保一年 到时候出了问题 你来联系我 就是这个车 欠我的钱不给 哎你好 你知道这个车的主人住哪里吗 这是刘老板的车 大家都在那边58号 好的谢谢 这里就是58号了 刘老板 我老公不在 你有什么事 刘老板不在 我和他老婆说了 他欠我一万块钱的事情 我老公下午五点回来 他回来之后 我让他去修理厂 把钱给你 可以的 那我就先回去了 小兰 你怎么不早点来呀 这个车主啊 刚刚走 车主和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这个车不卖 要放在我们这里修 那就修吧 修好也能挣个几千块钱 今天我们主要修这个大梁 看看能不能给它拉出来 如果拉不出来的话 咱们直接就把这个给它换掉 在拉之前 我要先把里面这个工作台拆掉 老婆回来了 今天那个修车的来了 他怎么找到我们家了呀 不知道 你赶紧把钱给他吧 这个安全气囊放好 还可以修复 把包向盘拆掉 放在框子里面 这个壳子破了一个 需要换掉了 然后就开始拆仪表 这个仪表还是好的 还好没撞坏 我要把它放好 然后开始拆导航 后面还有几根线 它这个导航也是好的 也要把它放好 这个是杂物箱 然后把几颗固定工作台的螺丝 拆掉就可以拿下来了 这个仪表 还是我拆货最轻的一个 小兰快看 这是什么 这里面怎么会有一个打火机呢 应该是车主 夏天放在车里面 晒爆了 掉下去的 那这个也太危险了 马上夏天就来了 建议大家不要把车停在太阳下面暴晒 如果说实在没有地方停的话 建议大家买一把这样的阵阳闪 这个使用起来特别方便 直接把它打开 放在挡碰玻璃这里 然后把阵阳板拿下来插住 这样就不怕太阳暴晒了 也不怕方向盘烫手 坐一趟屁股了 去年夏天的时候 我做过测试 当车外温度38度的时候 车内温度可以达到70多多 像汽车工作台都是塑料的 很多座椅都是皮革的 长时间经过太阳曝晒 还会加速老化 所以大家可以去我视频下方 买一把这样的这样伞 现在我要开始做板筋了 这个钩子就是我用来做板筋的 另外一头挂在那个柱子上 完了完了 下雨了 先把车推到里面去 记住你到地方把钱还给人家 不要跟人家吵架 好了好了知道了 现在雨停了 再把小汽车推出来 这个车下面没有挂钩 我打算用这个钢丝绳 把它套在元宝梁上面 然后从前面拉到后面去 最后把钩子勾上 这样后面也算是固定住了 前面的话就挂一勾葫芦 然后调整链条的长度 然后勾在大梁上 将这样慢慢的把大梁拉出来 没想到这个车虽然小 大梁车这么硬 这个钢筋快速出不了了 用车子震动一下防止回弹 这个车的大梁实在太硬了 我打算使用氧气 把它红一红然后再拉 差不多了 再烧就融化了 我的天哪 出了点小意外 钢丝绳断了 要换一个更粗的钢丝绳了 再接着干 同样也是用氧气先烧一烧 感觉还是没有拉直 不过比之前的好多了 现在使用绝招 接牙签坚定 来你看刘老板来了 他应该是来还钱的 刘老板终于来了 这次他把钱还给我了 以后我们这里修车再也不设账了 调整心态继续修车 还是这个工具管用 轻轻一顶就出来了 现在外面又在下雨了 今天就先做成这个样子 因为做板净需要很多新配件来对比位置 所以现在要等新的元宝梁 还有防撞梁 等新的到了 我再对一下位置 让我们一起期待修复后的样子吧 对了 视频下方的镇压伞 你们可以看看 大家好 我是小兰 我是这家店的修车老板 我也是这个短视频账号的作者 大家都很想知道 究竟是拍视频赚钱 还是修理厂赚钱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我们修理厂有四个修理工 技术都挺好的 但是工资也不少 加起来有两万多 房租的话也不便宜 你们别看我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 一年房租也要八万多 房租 加上工资 差不多一年也要三十多万 但是我们去年修车 还是赚钱了的 赚了差不多十几万 所以我想把我们修理厂 规模弄大一点 想借一点事故车来修 这辆车就是我借的 昨天拉板筋 把钢视程都拉断几根 而且特别费劲 而且这个地方还没有拉出来 所以我今天打算去买一个 二手的大梁校正仪 至于拍视频能赚多少钱 咱们边走边说 今天我就开这个车去 这是一个粉丝的车 他说他这个车有漏电 停一晚上车就没电了 喇叭也不会响了 他这个电瓶还在后备箱的 先给他搭电 回来再检查 红色夹正极 黑色夹复极 来电了 现在比亚迪越来越高端了 以前是没有钱买比亚迪 现在是没有钱买比亚迪 不行 他这个车都没法开 他这个玻璃上全是有膜 看都看不清 去买大梁校正仪 电动的就是好 起步都没有声音 提速也很快 外面的油菜花都开了 我已经到了 老板让我在这里等他一下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我拍视频的收入 就只给你们看一个平台 这个是三月份的 一万七千多块钱 是可以提现的 而且还是交过税的 这个只是单纯的视频收益 并没有带货啥的 带货的下次再给你们看 不能一次把所有的秘密 都让你们知道 反正总的来说 拍视频要比修车要赚钱一点点 其实现在短视频很赚钱 任何行业都是可以靠短视频赚钱的 以后每一家公司都会有一个主播 肯定会的 现在有很多卖车的4S店 都请得有主播 在4S店里面卖车了 开餐饮的也有主播 介绍自家的美食 我们开修理厂的 也可以请一个主播 介绍自家的服务 这样也可以从互联网上面 多一批客户 好了不和你们说了 老板来了 现在去仓库 老板骑着小店驴 在前面给我们引路 老板这么多都是大量少镇仪啊 这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 里面还有四轮定位仪啦 八台机啦之类的 就是修理厂所有的东西 我哪一台便宜一点 老板说价格都一样 看我喜欢哪台就要哪台 如果要是我的修理店倒闭了 他们也可以来回收 他们这里一共有三台大量少镇仪 我看上这个红色的了 这个红色的看起来 橙色比较新一点 现在老板说 他可以帮我把这个大量少镇仪 送到我的修理厂 我明天就可以用它 少镇大量了 很多ว่nam 中文字幕——YK